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裴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师跟我们分享 谈到了相应的种种层次以及特点 非常的殊胜 外法内法的相应 还有最高层次的相应 让我们非常的向往 那请教上师 其实相应的层次是那么样的美妙 那我们如果得到了相应之后 那么世间的法 比如说财神法这些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去追求它比较好呢 请教上师 好的 当然一个相应的行者绝对不会追求世间法的 但是有时候为利乐众生雇 而行持方便的法门 所以呢我们刚谈到相应 谈到大相应 在大相应的状态里面 在相应的状态里面 在瑜伽部的修行 我们跟本尊 时时常常都在一个合一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合一的状态呢 根本没有所谓的要修财神法 要修敬爱法 习增怀珠的这样的念头 因为这样的念头都会被自己的相应的 那个佛慢给降服了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但为悲悯众生故行方便法 因此在一个相应的行者呢 他看到众生一切的这种无名呢 种种的欲望呢 种种的追求 为了要度众生 所以佛法里面提到 以欲千知 令入佛字 所以呢 一切的结魔法 一切的方便法 都是为了方便接引的一个暂时性的善巧方便 所以呢 我们知道佛法有所谓的入世法 有所谓的出世法 那么入世法呢 它是方便 出世法呢 是究竟 那么入世法呢 是世俗地 那么出世法呢 是圣意地 所以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看 连生活佛的著作 《打开宝库之门》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呢 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而且的确书中自成宝库 所有一切法 一切的圆满的一切智慧 都在这一本书里面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去看 《打开宝库之门》这一本书 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总共有五篇文章 就是如圣燕的圣意口诀 这个口诀是写给圣弟子的 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意 我们都要明白 人生是一场梦幻 人生是一场戏 人生是不断的轮回 人生呢 不断的在整个轮回当中呢 牵缠着一切的因果 所以我们明白 人生是一场大患的这种智慧呢 才是圣意的智慧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圣意的智慧里面 当我们明白了 我们在这个一切方便的利乐众生度 他的游戏当中 我们都会清清楚楚的明白 这是在幻中行幻事 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这些 所有一切的世俗所污染的 那么这个是在 如圣燕的圣意口诀里面 第一篇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下个礼拜 再继续为大家做接着分享 感谢连月上师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全新第21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 修行笔记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 大圆满酒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 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师跟我们分享 谈到了在连生活佛的著作 打开宝库之门 这本书里面呢 连生法王特别写给圣弟子的几篇文章 其中有一个系列呢 是卢盛宴的圣意口诀 一共有连续五篇 而上师跟我们分享了第一篇呢 之一 其实谈到的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一切是患 是无常 它不是永远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住在上面呢 那是不好的 永远都是起烦恼的 我们的心一定不要住在 这个幻境当中 那么圣意口诀之二是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就请连月上师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 好的 那么我希望呢 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听分享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看打开宝库之门 它的确是一本充满着智慧的宝库 那么在卢盛宴的圣意口诀之二里面呢 有一段话非常非常的感动我 连生活佛说 当我开始产生燕离之心的时候 他就开始寻求解脱之法 那么于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经历了基督教 道教 佛门显教 佛门密教 乃至于种种的修行 他说 那时候 我的虔诚的心是非常坚固的 我一定要追寻真理 我一定要实践真理 一直到我自己成为真理 所以这句话呢 深深感动着我 我相信呢 我们得到连生活佛 这么这么多的传法灌顶 以及得受这么完整 密教的圆满智慧 那么我们是不是跟活佛一样 有这一颗非常坚定的心 真的要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呢 解脱轮回烦恼的痛苦呢 如果我们这一念心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们就追随着活佛的脚步 我们一起跟着活佛 我们追寻真理 然后实修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践真理 直到我们自己也成为真理 让我们自己也成为真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 当活佛生起了这么坚固的决心的时候 于是呢 他一直不断的参访名师 去归依师父 归依上师 并且在所有的经论当中呢 学习所有的教研 在一切的经论当中找寻教研 在所有的师父跟上师当中 给予传授的教研当中呢 连生活佛不断的经过30年的思维 当然不仅是思维啦 是经历了30年实实在在的实践跟实修 所以呢 连生活佛那个非常非常有恒的心呢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不管日日实修 不管日日写一篇文章 不管他对他的师父 对他的上师呢 是永远如他自己 生命般的恭敬供养 禁师重法实修的这份心呢 是我们必须要从活佛的身上 不断的去学习到的 终于在所有种种的教研当中 经过30年的思维 活佛终于明白了 自己成为真理的这个 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让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再一起分享 打开活佛所明白的这个 让我们也明白 哦原来就是这个啊 感谢连乐上师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21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乐金刚上师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 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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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